讲修行 落实生活 讲经典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 打官师傅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六一三 除真除忘 整理者 心灯 读诵者 心音 除真除忘 即见佛性 即言下佛道成 常念修行 誓愿立法 你当除真除忘 真即真心 忘即忘心 我们所用的心 都是妄想的心 而开悟的人 所用的心 就叫真心 但是 真心跟忘心 本来就没有心 为什么 真心跟忘心 都是那一颗心 那一颗心 你不可以抓住 否则 你就被它所绑 你不要读到 不提自信 本来清静 就抓住一颗清静的心 否则 它就不清静了 彻彻底底的清静 即无心 即连这颗心也不执着 故禅师约 无心是道 此时 即见佛性 这才是真正的大彻大悟 谈到真与忘 第一种程度是 除忘以显真 即把妄想止息了 真如本性 就现前了 这种程度比较浅 但大家比较容易懂 以真实意来讲 真与忘 还是对待 连这个真 还是应该舍弃 舍离 故永家大师曰 不出妄想 不求真 为何 只因无事 可思量 没有什么事 也没有要追求成佛的那件事 离开弥诀 离开真望 一切都舍离了 即言下佛道成 故《金刚经约》 离相 即诸佛 真实的生命中 没有那一回事 没有一切对待 没有一个凡夫 一个佛 没有一个谜 一个绝 没有一个真 一个妄 亦没有生死 涅槃 那么多对待的名词 就是佛 就是佛为了引渡我们而创造的 把我们引到目的地后 那些名词都是假名 简而言之 他亦是患 你我皆平等 皆是佛 皆是清静 本来都具足无量的智慧 请你要相信 你若能相信 见性就成佛 常念修行 是愿力法 依此愿力 常住自己的心 依此愿力修行 必然成佛道 古时候的禅堂 皆叫选佛堂 即你已经准备好了 要在此好好用功 在禅堂七天 或四十九天中 就能让一个人 明心见性 见性的方式很多 任何地方 都可以让一个人见性 但很多人 都不愿意相信 也不愿意承担 如果你觉得这种事 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你会耽误自己 你也不给自己一条路 我问大家觉得 自己会不会开悟 很少有人说会的 我说一句相反的话 这一辈子不开悟很难 每个人都会开悟 你相信 你这一辈子 就一定会开悟 如果你坚信 你一定不会开悟 你一定不会开悟 我为什么这么恳切 一直跟你讲 谭经中的文字 你相信吗 如果这本经让你怀疑 我劝你看一本 不会怀疑的 就好像 你若不相信一个人 我会建议你找一个 你相信的人 假如你不相信这个男人 你就不要嫁给他 一样 假如你不相信六祖慧能 你可以找五祖红人 假如你不相信祖师 你可以去找菩萨 假如你不相信菩萨 你可以去找佛 如果你相信 谭经所讲的 那你这一辈子 一定会开悟 我不是潜能激发 不是信心喊话 我只跟你如实说 当尾次时 请六祖下山说法 其中有读书人 有做官的 有如是道三家的人 也有普通老百姓 他们的程度不同 你们的程度亦如此 每个人都不一样 请看这段经文 师父曰 金鱼大饭寺 说辞顿教 顿教 即让你听完后 直接明心 见性 普愿法 借众生 闻了 见性成佛 为使君 与官僚道俗 闻师说法 无不醒悟 即 没有一个人不开悟 你不相信这句话 你可以拿笔 把它画掉 你会怀疑 真的每个人都开悟 谭经 是尾次使 讲法海 请法海 把整个法会的现场 记录下来 请问 法海记录 会打妄语吗 如果不会 那为什么每个人会开悟 你们把开悟想错了 开即开示 听六祖开示 悟即了解了 即解悟 听闻六祖解释 什么叫 摩合波罗 波罗蜜的内容之后 每个人都听懂 即叫开悟 这样 开悟就很简单 了解即开悟 我听闻开示 我了解了 文后思维 你相信自己 这一辈子会开悟吗 心平 何劳持戒 行职 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 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